楼兰 一个让人梦名魂迁的名字 两千年前 这座丝绸之路上的西域城邦 连接中西 繁华至极 可就在它的高光之刻 楼兰文明突然被按下了暂停键 盛传这片繁华的古城邦 受到了西亚巫师的诅咒 一夜之间城阔倒塌 楼兰文明消失的无影无踪 使书中再也寻觅不到关于它的支援片 这是一场穿越时空的对望 秦阳明的面前是一位来自三千八百年前的古楼兰民女 曾经名艳动人的她 是否因西亚巫师的诅咒而受到迁人 她的出现让秦阳明对曾经繁荣一时的楼兰古城 无限达往 这座被黄沙淹没了千年的城阔 到底隐藏了多少故事 她决定去楼兰遗址 揭开这旷古之谜 楼兰古国呢是一个非常神秘的国度 而且它位于罗布泊的无人区 作为侦探的我将带你一探究竟 我们出发吧 作为路网的活地图 走南闯北的大祸司机是最好的向导 师傅 你好 我问一下去罗布泊的路 这个怎么走啊 不是 那个拖百路 不 南独队 像我们这些这个游客啊能进去吗 游客不这么进嘛 应该是我们大车让走 小车不让进 就你们大车为什么能进啊 你们进入物资啊 什么大车能走 有没有什么洁净的路 那不是这道 那一条道 很多人会告诉我说 现在的罗布泊已经不再允许游客 或者是闲杂人等的进入了 但是我还是想尝试一下 我们现在已经进入这个搓板路了 就是刚才大车司机说的这种 咯咯哒哒的 现在的路呢是越来越难走了 你看 很颠簸 我们就走到了一个断头路 底下是一个升空 根本就没有办法再前进了 所以我还要重新找一条出路 开了一个多小时 秦阳明还是没有找到 可以到达楼兰古城的路 若羌县是中国面积最大的县 它的面积相当于浙江省 和江苏省的面积总值 在这样广袤的戈壁滩上 寻找一条没有走过的路 由于大海落阵 我们这是开到哪儿了呀 这边的地势好奇怪啊 好像是亚丹群 不对啊 亚丹群不是这个造型啊 前面有一座坟 这明显是一座坟啊 这些竹竿呢都是挂帆用的 现在呢可能已经是 被风给吹掉了 本是寻找大路 却意外闯入了一片乱坟岗 原本晴空万里 却突然狂风大作 一丝惊悚不安 悄然袭来 这怎么又把剪刀啊 我跟你说啊 在坟前如果束一把剪刀 是非常非常的不吉利的 民间的说法呢 叫做一剪煤 什么意思 就是对这家的子孙后代 是非常有影响的 那我们赶紧走吧 无理打扰 这个地方有点邪气啊 咱们得赶紧走 秦阳明慌不择路 闯出乱坟岗 不经一间 来到一片枣园 您好 您好 我是那个路过的 然后看到这个门口 有一片枣园 没想到您这里面 还得有冻片啊 这准备烤肉呢 您要不要坐一会儿 我先回去拿个包 菜都准备好啊 烤肉烤肉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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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展哥 别了 您吃 我还有点事想麻烦您的 您 您坐您坐 您坐 吃这样啊 展哥 我叫秦阳明 我是开了三千多公里 才到了您这儿的地方 我此次的目的呢 是想去这个楼兰古城 现在萝卜波已经不上劲了 咱俩啊 边喝边聊 您这有悲乐吗 那好 我去给您拿 好嘞 来 好 你尝尝我们这个家乡的酒 好 好 好 来 这个酒挺柔的 那当然了 这个酒啊 纯粮食样子 我啊 平时就好红性这一口 大哥 我要是不能去楼兰古城探险 那我这次来就得无功折返了 你可以去米兰古城 它这个是和楼兰是同一时期的一个 成事 大哥介绍的米兰古城 是楼兰古国的一座城 现在楼兰古城进不去 秦阳明只要探查到米兰古城 萧王的秘密 那古楼兰在史书中消失的秘密 便能管中窥爆了 这酒怎么样 舒坦 你这肉也好啊 酒好 肉好 人更好 大哥 这米兰古城还有什么传闻啊 你跟我多说说呗 米兰古城呢 西游记你知道吧 西游记里面的这个女儿国 就在米兰古城 相传米兰古城就是吴承恩所住西游记中 西凉女儿国的原型地 唐僧和八戒喝了女儿国城外的河水 没多久 吃徒二人便开始复通 就像怀孕的一样 孙悟空打听到原来是二人 误引了子母河的水 西游记中的子母河 就在米兰古城附近 如今叫做米兰河 秦阳明对这条可以让人怀孕的河 产生了浓厚性质 水好清啊 我现在身后的这条山脉就是阿尔金山脉 吴承恩写的小说西游记说的女儿国的子母河就是这条河了 我们可以看到远处的地方呢 这个水呢 它是泛蓝色的 非常漂亮 这个就说明了它有大量的一些矿物质 最重要一点 我只要顺着河 我相信就一定能找到米兰古国 因为古时候建造村庄部落 甚至是皇宫的时候 都是要依水而作 因为可以方便这个农作物的灌溉 我现在已经喝了子母河里的水 看看会不会像吴承恩写的那样 一会儿就会肚子疼 经权威检测机构检测 米兰河河水完全符合饮用水标准 并且河中含有丰富的矿物质 特别是西河丝的含量较多 科学研究证明 有助于提高女性受孕率 这或许就是西游记中女儿国传说的根本原因 沿河而下 走了没多远 秦阳明发现 米兰河竟然断流了 迎面而来的是一大片红柳凹 这个地方怎么会有骨头呢 难道有野兽出没 那我还得小心点 你看 这个好像不是动物的耶 你看 这个好像是人的壁骨啊 这么说明啊 这个地方有墓葬 而且你看这个骨头的风化成果 没有上千年也得有几百年了 这个地方肯定当年也是有人生活过的 那应该是离古城不远了 我们把它放回去吧 但是香港肯定是有大城的 在这片土修中 随处可见白化的人骨 秦阳明推断 他正身处在一片古老的乱坟岗中 或许此地就是 米南古城城外的墓葬群 来 快看 那边是风火台 经过长时间的风化呢 已经是残败不堪了 风火台的功能 是预警放哨 一般建在城池外围不远处 可青阳明 走在一马平川的戈壁滩上 却没有看到一丝 城池断壁残垣的痕迹 这个地方好荒凉啊 那儿好像有个人 我过去看看 您好 您好 大姐 您好 我叫秦阳明 我是从北京过来的 我是一名探险者 我想向您打听一下 咱们那个米兰古城 您知道在哪儿吗 我们现在站在这个位置 它就属于米兰古城的 一个范围 高景莲 卢兰文物保护站工作人员 守护米兰古城二十五年 被称为米兰遗迹 最长情的守护者 您是说我现在站的位置 就是米兰古城的范围了 对 已经是它的一部分了 可是这儿这么荒凉 连个建筑物都没有 这 在两千多年前 这个地方它是一个 水草飞美的好地方 都是特别好的凉田 这是凉田 对 但是您说这个 这种沙土好像不太能种庄 去办 据史书记载 西汉时米兰古城为 西域楼兰国的一巡城 米兰遗址中至今保存有 比较完整的汉代水利 灌溉系统遗迹 该系统从米兰河营水 为总干渠 下分七条支渠 当时灌溉土地达四万五千余米 据此 清阳明推断 当时米兰城一定人口众多 他们到底遭遇了什么 疫城人口会在短时间内 消失得无影无踪 以至于史书上 都不曾留下知言骗语 这是这个里面保护 最好的一座佛寺 叫东大寺 根据当年发现的记载 当年这个地方 僧侣达到四千余人 它在古代就是东西方 经济维化艺术的一个交融点 我得从高处俯瞰一下 你看爱着佛寺东边的一片 当时就是这些 僧侣妹的房间遗址 这个佛寺聚集到现在是 整体一千八百年 贺大姐 是怎么有骨头啊 这是肉骨 因为这个里面风沙大 经常会看到这些东西 我们对这些已经习以为常了 我们的千年骨刹的旁边 如果有这些白骨的话 我怀疑这底下 是不是会有地宫啊 这座佛寺它下边 的确是有一个地宫存在 里面是一个拱形的建筑 大约两米乘两米 因为这个我是进去过的 随着稻洞进去的 后来稻洞给封上了 所以再没有人看到里面一个情况 那边是那个 古树堡是吧 对 这也是这个里面最大的一个建筑 在这个院子里面 大小房间总共有四十三斤 这个古树堡这个建筑物 它好像像一只乌龟啊 对 这个古树堡它的建筑风格 就是乌龟 龟头蛇尾 所以这一座古树堡 你看它这个使命防守台 就是乌龟的一个头 对着南边这个山上 这个地方是阿尔街山 和葵柳山交汇的一个地方 古人把这个日月 和这个天上的五星呢 化成了二十八个分区 二十八个分区里面 又叫二十八星宿 那分别是 角抗低防新尾姬 斗牛女须微屎臂 魁楼赵某臂之身 警鬼柳心张一枕 它很像是北方 镇守北方的玄武星 它的形状就是模仿这个剑的 是不是 对 这个地方怎么突然之间 一夜之间就没有人了 是受了什么诅咒啊 还是受了屠城啊 因为这个地方在考古没有发现 它有经济价值的一些东西 包括生活中间的一些 瓶瓶罐罐那些都没看到 也就是从这个来看 他们把当时是 把一些重要的一些东西 有经济价值的东西 应该是打包走的 所以这个也就算是一座漆城 漆城拥有四万五千亩粮田 众多人口的米兰城 人们为什么会轻易舍弃 他们又迁移到了哪里 更加诡异的是 整个楼兰谷国也同时消亡了 难道他们真的受了西亚巫师的诅咒 我们当地的叫这个叫紫木河 也叫米兰河 你看这个河床这么宽 现在干枯了 它的这个河床到这个边缘的高度 也是差不多有十米左右 说明当时的水流还是蛮大 挺湍急的 就是因为人没得大量的砍伐 以及开荒 导致这个地方断流了 后来人就没办法生活了 这是那个 apostle的 那么真正的诅咒呢 是来自于大自然对人类的惩罚 肆虐的砍伐 不断地开荒 才导致了我们这片绿洲 今天变成了荒漠 破解了楼兰谷国消失的传闻 侦探来了 第一阶段的探险旅程 也即将收尾 还剩下最后一瓶 今天晚上收官 就喝它了 这一路走来 从枯仁雪山到萝卜坡墓 知处不遇 我们经历了无数的挑战 当然也见证了 各地方的公土人情 和土国的大江南北 非常的稳好 可能就像我们的人生一样 就要经过不断地打磨 才能预养出 人生的百般滋味 我们的旅程不会停止 每一次征服 都像是一次间隔的挑战 未来我们继续 我们的旅程 每一iden都没求 跟中间隔的 只能选择 我们的旅程 可以开玩 我们的旅程 一起来